美國的天然氣在七星期內上升了81% 再見17年來的新高 我們知道它在六月份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對外的輸出液體天然氣發生意外 所以停了輸出 因此它們的天然氣曾經跌過價錢 這就是在最後 但現在已經回到2008年前的新高 當然現在美國的天然氣價格 跟歐洲那邊比仍然相對便宜 因為歐洲要加上運費之類 美國本身是一個天然氣的輸出國 當然以前未曾開始有 美國的天然氣要輸入 所以價錢曾經高過 所以我們看到 指2008年時的新高 我們在這裏下方也有圖表給大家看 這就是出口 好了 大家看到美國的天然氣出口 一直以前 去到2016年 都是沒有出口的 然後在過去的六年 大幅度上升 當然 在 疫情期間 在2020年時曾經跌過 接著現在有上下落 加上現在因為 在歐洲那邊 在烏克蘭裏面還有一個戰爭 因此 它的輸出會繼續上升 這就是美國的天然氣輸出 大家看到 之前沒有cracking 之前 它是沒有輸出的 因此以前沒有cracking 之前 天然氣曾經很貴 現在大家看到 在2005年 2006年之間 它的天然氣 每100萬個 Britus Thermal Unit 去到15個多 現在未夠10元 所以 離開歷史最高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 在短期來說 都上升了 而天然氣這件事 跟能源很有關係 亦都跟化肥有關係 天然氣上升 價錢上升 能源的自然上升 化肥又上升 我們知道 6月份 因為天然氣跌價 所以似乎 美國的通脹見頂 但現在天然氣價錢 上升 上升 7月份 7月份 通貨膨脹跌下跌 但8月份 它隨時上升 現在出口還未曾繼續 等 當出口在10月份 可以完全整好 繼續出口之後 相信 美國國內的天然氣價格 會上升 而10月份 開始 取暖 歐洲那邊更加等天然氣用 所以全球的天然氣價格 到時 英國還會有機會上升 稍後會再和大家看看 歐洲那邊 最低工資 我們看到工資下跌 物價指數上升 我真的不知道 歐洲的冬天怎麼過 就好了